经常性的运动其实是可以减重的 减重其实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 首到一件事要限制热量过度摄取 增加体能运动 另外一个要优质的身心灵平和 不要觉得胖是福气 也不要觉得减重是一个很困难的道理 其实最重要就是要少动口多动手 不要拼命吃 又很会讲说要减重 我明天再来减 减肥永远是明天的事 经常性的体能运动 会不会可以降低你体内 导致癌症的坏荷尔蒙 另外也可以减少这些 可以有助于身体对坏荷尔蒙的调控 另外体能运动其实是万病的最佳良药 包括糖尿病、高血压、心血管疾病 甚至刚才康老师讲的 关节肌肉的健康 也都是对运动来讲是最有效的方法 所以还有一个是我还蛮建议大家 就Anada一起去运动 我常常看到病人都自己去运动 尤其你们那个跳那个舞蹈堡自己跳 都没有去找别人一起跳 你们应该开始办国标舞的 这样或许我会有想要参加的机会 体重的管理策略是要怎么样的 基本上体重管理策略 其实对不同的乳癌的病人 停经前、停经后 荷尔蒙受体阳性、阴性的病人来讲 都有一些的帮助 体重管理如果控制好 其实你会让你身体里面荷尔蒙会下降 其实要怎么管理呢 基本上第一个一定要量体重 一定要量体重 每天最好是去算一下你的BMI BMI有没有过重 有过重的情形要减重 第二就是说到底什么时候要减重 其实很多人都说 治疗结束后再开始减重 跟刚才讲的是 减重都是明天的事情是一样的 其实当你被诊断乳癌的那一天 你就要开始运动跟健康的饮食 重点就是要减重 减重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所以在积极抗癌期间 一定要维持BMI要小于25以下 是最好的 治疗结束之后 还是要管理体重 增加体能运动 促进身体健康 像我们一般没有得乳癌的病人 其实我们会建议还是要运动 运动还是最好的预防乳癌的方法 另外就是必要的时候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运动 那就请专家 专家就是康老师 另外一个就是 如果你在你的治疗期间 或者是你本身没有得乳癌 可是你体重突然增加5公斤 你的腰围或BMI突然超过了素质 你还是应该要寻求医疗的协助 或许不实施单纯的过重 很可能有一些病理性的肥胖要注意 那大家寻求医生可能会有一些 所谓的一些减重的一些想法 这个地方就跳过 结论 其实乳癌的发生原因当中 其实有一个部分跟体重过重 是有关联系 你越胖 你得癌症的风险 腹科癌症的风险就越大 你可以看到 但是虽然减重 从来都不是一处可及 要按部就班 但是千万不要 只动口不动手 减重是明天的事 所以有些人到现在 一直还是在装睡 我每次都叫他减重 他从来都没有达成 有啦 有比较好 跟你跟上次一样 那这好像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你身体怎么样 其实跟你吃什么有关系 那其实健康的饮食是蛮重要的 有需要这方面的资讯 可以咨询相关的专业营养师 跟乳癌说 拜拜的最后一旅路 并不是吃药 也不是做检查 其实是什么 运动 所以开始运动吧 那大家开始动起来 而且这个动呢 不是只有身体动 脑筋也要动 我常常问病人说 你今天来冲什么 每个病人都说来看我 我是植物吗 我是花吗 我是樱花吗 我是梅花还是什么花 我都不晓得怎么办 都不晓得怎么办 所以我现在开始今年 只要说这句话 人都罚站15分钟 所以其实真的都不动了 你来看病种一个目的 比如说来拿药 还是看报告 看我 看我这个答案很简单 很简单 太空泛了 好 另外一个是运动 一定不要自己运动 因为你们整个人都是高风险族群 不知道是因为饮食 还是基因 还是环境 全家一起带去 不要再有第二个乳癌 或第二个癌症的发生 好 革命尚未成功 美鳌姐 你要带姐妹们 多动动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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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那个Present Go 好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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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